凡人游喜 我来等你 到底我们男嘉宾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周小生 今年32岁 住室住宫地呢 我的月薪是50万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月薪20万 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月薪是2万 希望大家支持我 本期这位男嘉宾 周学生32岁 身高1米75 职业包工头 月收入2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住些家吧 现在还退休了 没做事情 我看那个房子还是多大 房子目前来说也不算是很大 房子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嘛 都是能够才 以后成家啊 是不是吧 以后再出去过着我们过去 两岁住了才 过去住了才 要想买高楼打算 过去自己去穿业 人家晓不晓得还接着过来上去呢 晓得晓得 还是谁还支持他 支持支持 欢迎欢迎 男嘉宾是住哪个房间的 我住的房间住在那边的 要住那边的 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 可以介绍一下 那边的手机是我在那边住的 这个房间还是收拾得有点干净 哎呀 反正让我说啊 现在像我们那个年纪的人们 基本上不一样 买都是那个高楼 比如不是像零零后 那些东西 都被这摔着跳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算在男生里面 算是非常干净的 哎呀 讲究嘛 感觉 你平常都是在牡头吃吗 平时不上班的话 都是在牡头饭吃 嗯 一般 只要除非朋友打电话 想要聚会才出去吃 那这个弄饭弄得怎么样 嗯 那个说 弄饭还是算好的 在从前来说嘛 男人们也是上在厅堂 在下厨房才 嗯 拿手菜啊 拿手菜啊 拿手菜还是有点多用 哦 红烧茄子啊 鱼香肉丝啊 平时家常的回锅肉啊 那些都会炒 我们不同的那些都会弄饭 都是很好吃的 那另外有饭不会弄了吧 不会弄也没关系的 我还不弄啥 他喜欢 对头 我做饭他都喜欢饭 分别嘛 他做其他家务嘛 比如说头地啊 头地一下 我都做饭啥 那这样一个会做家务 兴趣爱好广泛的男嘉宾 又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 我中国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次恋爱啊 是在外地啊 那以前是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因为她是外地 她父母不同意 因为我们给她太远了 所以说我跟她结束那段年情 第二段感情都是在重庆啊 都是什么重庆本地的 因为那个女孩子啊 工作黑头说 她是住夜长的 她说因为我妈那孩不同意 说住夜长的女儿都不靠谱 不老实 所以说妈那孩不同意 我又给她算了 儿子找个哪种女儿 那个儿媳妇呢 第一次要有文化 要有小道 长相那些啊 长相不是说要黑个漂亮嘛 一般就可以 工作啊 工作要有稳定的 还是要有够不说那样嘛 自己三个人的小家庭 要共管去走 娘娘对你另一半的要求已经说了 你个人对另一半是什么要求啊 我对你没有要求啊 其实要求也不大 第一个孝顺 对我妈那孩好的 平时就是 我妈又是个国家的 我们那时候也就上班去 国家的一半说 可以过来嘛 找一个妈妈 陪着我妈妈说说话呀 聊聊天啊 第二个持家 第三个就是说 国人要有国的一个分寸 还有个其他就是 稍微小巧的小巧的 不说很漂亮嘛 至少我待会出去 见人家的人是吧 不然长得那些胖不胖 爱不爱 瘦不瘦的 我怕出去我见不得人 是吧 来到生活里面把你要求 都可以 男嘉宾的择五要求 一 孝顺父母 贤惠持家 二 工作稳定 三 身材小巧玲珑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有喜 我是今天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位 喜欢看喜剧电影的小伙子 三十二岁了 可是我们看了一下 男嘉宾的这个家庭环境啊 我必须说 男嘉宾和父母 还有姐姐姐的孩子 大家一起住在一套房子里面 女嘉宾通常面对这样的环境 都会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独立居住 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 却使他面对着很多的人际关系 那么男嘉宾对此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准备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亲过程 在了解到男嘉宾的基本情况之后 我们为她在会员资料库里 挑选了几位符合要求的女嘉宾 在与男嘉宾一番沟通后 最终确定了一位合适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赵雪天 今年三十岁从事医美副电影行业 身高一米五把 然后约新的花一万一上 本期任务女嘉宾赵雪亭 三十岁 身高一米五八 职业 医美咨询 月收入一万以上 婚姻状况 离异 我自己的话 兴趣非常广泛 只要是旅游啊 设计啊 都是偏富外一点的 一些兴趣还好 还有营业点一 拉市上那些 我都比较感兴趣 我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 都是比较失败的婚姻 但是主要的原因 我做的是因为 其实对方还是比较细心那种嘛 比较沉稳的那种 但是给我的感觉都是 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宝男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马宝男的话 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面 是非常致敏的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理应 以后我是完全独绝 马宝男那一块的 我目前的则有条件是 身高的话要75左右嘛 然后的话在组层有住房 其实离异都没有关系的 有小孩我可以介绍 我现在都想找一个 跟我的兴趣 然后三观都比较一致的 一个男嘉宾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收入相对来说 要比较稳定一点的 最好还是收入 要比我高一点的是最好的 女嘉宾的责务要求 一 身高1米75左右 在主城有住房 二 能接受离异 带小孩的情况 三 工作稳定 收入比自己高 四 兴趣爱好相同 三观一致 从女嘉宾的基本情况来看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女嘉宾基本符合 两人匹配指数80% 现在我们女嘉宾 其实已经在前面的 那个黄绝书下等待了 看得到吧 那个地方 然后刚刚你不是说了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去跟她见面吗 对 自导自演接下来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是吗 我其实满期待 你会出什么招 我也希望你可以 给女嘉宾一个惊喜 好不好 有一个好的开头 加油 你自己加加油 来 加油 嗯 嗯 美美 看到这朵花吗 嗯 你就像香花一样 如此的灿烂 哦 你看那里是什么 嗯 那是啊 你看蝴蝶也出来了 春天也到了 哦 连脸儿也出来 开始谈恋爱了 你看今天我们就过来 见面了 是不是 嗯 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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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周小生 很荣幸见到女嘉宾 好 来两位 来过来一点点 两位啊 已经正式认识了 是的 借着男嘉宾的那句话 你们的爱情也来了 对 我以为你会一直说下去 我都不用进来 好 刚刚有没有好好做自我介绍 啊 刚刚还没有好好做自我介绍嘛 说了那么多 自己的名字都还没有说 她是女嘉宾 我说了名字 说了吗 是 女嘉宾有告诉你她的名字吗 女嘉宾还没有 我说了她 你看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 啊 来正式的再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好不好 我们来个正式的认识 好 来女生先 你好我叫赵雪婷 啊 你好啊我叫周小生 嗯 刚刚男嘉宾准备的那段有没有吓到你 还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突然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吓到了 没有是没有是惊喜啊 是惊吓到了 哪个男人突然会会出来对我说这些 而且还是一个陌生的人 对对对 所以说 怎么办女嘉宾被吓到了 其实女嘉宾啊 你也不要害怕 怎么说吧 生活我们生活在生活中 要处处有惊喜 或者处处有惊吓 不然活在生活当中是不是 过得都很枯燥 还比较乐观啊 感觉 随时给你一点 要不给你一点惊喜啊 要不突然给你个惊喜啊 那是不是每天我们都过得开开心心啊 这男嘉宾现在这个劲儿还蛮感染我的 从今天我跟他见面到现在 他一直都这么嗨的 开朗 你喜欢这样子性格的吗 开朗还觉得还可以吧 开朗还行 咱们要继续了解他 可以吧 你看 第一步算成功了 而且刚刚顺手还 地上剪了一朵花 对 物尽其用 主持人这个花不是剪的 物尽其用啊 不是剪的吗 刚刚 这个花不是剪的 是什么的 是刚刚在那边那个花掉下来的 花送给我 我再赠送给美人的 他也会说了 我以为这个花是剪的 美花赠佳人 对 做得非常好 那这样一开始我觉得两个人 这个气氛一下子就烘托起来了 我对今天两个人的相亲还蛮有信心的 那接下来男嘉宾怎么安排 现在看吧 现在已经到了中午时间了 我们要不先去吃饭吧 你邀请一下我们的女生 李嘉宾 可以一起共进午餐吗 好啊 有点饿了就是 走 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的话 我觉得 首先他给我送花的那个环节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 有点喜剧 但是后面跟他相处之后 就还比较有意思 整体来说 还是可以的 整体 平时你喜欢吃点啥 我平时喜欢吃辣的 但是我最近长豆腐 需要几口 所以说我喜欢吃点清淡一点的最近 我们去那边 前面那边我熟悉的 那边有四家菜 要不就吃点四家菜 都是啥个私房菜吗 都在那边的私房菜 要的嘛 要的嘛 那边没一夜啊 那边没一夜 那边没一夜 要不我们来旁边 那边有个面罐 因为很多女生来说 还能吃面呢 有点冷 我们先煎面先吃 走到那边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男嘉宾也争取了我的意见 我觉得他那边还比较稀释 就是觉得今天天气比较冷嘛 我穿的也比较傻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都简单吃点好一些 我感觉他跟其他的女生呢 是不一样 如果是其他的女生的话 比如说那边吃不到的 他还能吃面的话 他会感觉到 哎 那个男嘉宾 哎 是抓着抓着的 黑口门啊 啥子啊 那时候那个女嘉宾 他们说 他都愿意跟我一起来吃了个面 所以说我感觉那个女嘉宾 心态都是比较好的那种人 他不在乎物质的那种人 哎 铁门喝啥水啊 我去帮你拿 都喝矿泉水都行吗 哎呀 喝啥子矿泉水嘛 我不能喝冰的哦 他这个都没冰 都可以嘛 都可以嘛 随便嘛 拿到 来嘛 我跟你说 女生都要喝威仪 知道不 哦 谢谢了 你晓得那个威仪 两个知识啥子不 啥子嘛 威仪 为什么写的叫威 这位是威仪的一个人 叫威仪 这时候都感情到中意 叫威仪 这个说话也太有力了嘛 哎呀 你是 你都是来的那种汤 哎 我都是来的 你是重庆奔的嘛 老家啥子嘛 我们老家我们是店家的 店家 老家店家的 我们的知识在重庆那边来 炸根了就了 哦 都在那顶居了是吧 对头 你们是哪里人的 江北区的人 也是原居民哦 原住民哦 哎呀 可以 都是原还是原居民 那里今天好多钱啊 我九五年的 那里比我小哦 开玩笑 你都看过好多岁 看起来还是有些老城的 哎呀 你看嘛 其实我跟你说我才32岁 我那些老城只是说工地上泡满 塞黑了点点 我那里32岁比我大两寸 我三十 我今天三十 刚好是 三十岁 结婚的嘛 结婚的呀 嗯 结婚的呀 我还是想结婚 但是我从来没看到新娘子十岁 哈哈哈 你说你没结婚是吧 没结婚 你呢 你的感情状态 我是利老的 我是利的 那你32岁是熟啥子的 我是谁的 你是谁 那是新座呀 新座啊 双鱼座是 双鱼座呀你是 双鱼座是 双鱼座是 你这种还比较 是不是有点优秀刮断的 你也不说双鱼座有点刮断嘛 双鱼座人是很心善 很心刺 很心刺 口齿 心软的 善良那种 对头 但是有点甘情哈 双鱼座带的甘情 比如说一段甘情 比如甘情结束过后 但是永远是很难捆掉一段甘情的 哦 都是那种 都是比较种甘情那种 对头 双鱼座是甘情 但是你相信那些新座 新座那些说的不吗 我相信啊 我从小都相信新座 因为我的思想是比较偏西方思想一点的 比较open一点的 但是我怎么说啊 其实甘情是装饿的过头头的 不是靠新座来维持的 哪里 先吃吧 我刚刚听到你自我介绍 你好像对这个电影比较感情趣 嗯对头 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人 是不是 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电影呢 嗯一般我都喜欢看那个高校的喜剧 喜剧 那你的偶像不会是周星馳吗 哎呀你那个小的呀 哈哈哈哈 你猜到这还准了 我的偶像确实是周星馳 那我看你性格哈 嗯 太多开朗的 你应该有去拍一些那种 比如说现在不是端视频叫做啥 那都是跟朋友他们 没有是朋友他们出去拍摄啊 跟高菜摄啊 嗯 因为你爱好了嘛 像过那个甘情话那个电视剧里面 他们演的那种 嗯 过那种影子 就是 嗯 那帮我们先把面的先吃了嘛 不然等会面冷了 它别人脱出了 吃等会我们慢慢聊 好嘛 我今天一载小王冠军 性格很开朗 很活泼 那种啊 也是我心里有种香的那种 经过一番了解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 变得越来越好了 不过女嘉宾对她的印象 似乎不太好 嗯 我觉得其实男嘉宾性格很开朗 就是喜欢和人沟通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是 但是就觉得 你不觉得有点浮夸吗 就是有点 好像不太沉稳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 有点张扬的那种 不太稳重 不太稳重 而且她的穿着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正式吧 平时她就喜欢这种嘛 平时应该就有这种类型的 因为她在工地嘛 这样方便 那你是觉得今天来相亲 她穿什么样的衣着会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喜欢男生就是 穿的稍微商务一点 商务休闲都可以 觉得今天会正式一些 对 因为我有点注重穿着这块 所以今天男嘉宾的谈吐和他的衣着 让你觉得 嗯 我觉得有点随便 但是性格挺好的 性格很好 我还是很认可的性格 那这样哈我们先不在这里猜测 我直接把她叫过来 咱们当面问问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吗 好吗 真好吗 我相信男嘉宾的性格 应该不会介意 嗯 那也可以吧 嗯 可以吧 来 周先生 来 之前我们见面的时候哈 你跟我说你是一个说话特别直接的人 是不是 对 你是不是喜欢直接一点 我的性格就是很直 我不喜欢做事啊 什么说话拐弯抹角的啊 直来心 有时候憋在心里面 憋在心里面你不说 他不说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想的啥 我想的啥 所以说直来直去 说出来比较好 所以我特地把你叫过来呢 是想跟你反馈一下 刚刚你跟女嘉宾前半段 你们相处的这个之后 给女嘉宾的一些感受 首先女嘉宾就觉得吧 这个一开始到现在哈 你的话多的让他觉得有一点点太油了 有一点滑朔 有一点吧 你到底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 话多很油对谁都这样的人 其实话多吧 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说话多 但是我要看场合 还有看人物 我才会去聊这么多 说这么多 比如说我跟她半句不头 话不多说 说多了也没用 是不是跟她说 所以你觉得跟女嘉宾是比较投机的 因为我是感觉到她是什么 她的性格 还有她的爱好 跟我有点相似 所以说才跟她有点话 所以话匣子打开来就受不住了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有沉稳的一面吗 有沉稳了 有啊 所以女嘉宾其实想看到你更加沉稳的一面 毕竟相亲嘛 是稍显严肃的事情 对你能不能理解她 我理解 理解 你看男嘉宾是一个特别同情达理的人 还有一点呢 我也直说了 就是女嘉宾觉得今天这身过于休闲了 就是说穿的不是很正式是吧 你意识到这点没有 因为我平时我喜欢穿的休息一脸的 穿的太正式了 出来感觉到很别扭 比如说今天相亲 我们的相亲就是要敞开一个心扉 比如说我要正式跟你相亲 先说我们在谈业务啊 是不是 现在合同穿的这么正式啊 是不是 这是两个人意识上的区别 所以两个人理解不一样啊 没关系 这个一点不影响 但是可能女嘉宾是不是也想看到男嘉宾那一面 正式的一面 嗯 有这种吧 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 那我不知道男嘉宾 要不要满足一下女嘉宾目前的这个想法 可以 也可以 你看我就说他了嘛 就是把他看过来之后 就说他也有成文的一面 然后你期不期待看到他那一面 还是很期待嘛 我觉得因为人与人相处的话 不是说平地影响 有时候需要一定的相处 然后去尝试去看一下棺材一下 才可能还有后续的发展嘛 我觉得 你们家住哪点嘛 我们家住的上面那边 那上面啊 嗯 那边也方便那边 嗯 那下面也有青柜站啊 那边的工程车站啊 都是在家门口的 是比较方便哈 嗯 那你平时初期你是开车吗 还是坐青柜啊 平时啊 初期都是坐青柜 哦 坐青柜比较方便一点 青柜不打击是哈 你住工地那块 你主要是住在哪一块呢 我们呢 我们主要工地上 我们是在云渣 哦 云渣哪一个板块呢 这头 那像 我不是刚刚跟你说了 我是离异是哈 啊 像你能不能接受离异那块呢 其实对我来说嘛 离异那种其实没有来头的 我是比较能接受的 你是没有结婚过 我是没结婚 但是离异这个我是能接受的 哦 那像那个小区是你自己买的房子吗 啊 那都是我们马上的 我们马上住在一起的 哦 上的哈 那你马上好大年龄的吗 嗯 我妈马上快到路市了 退休没的哦 退休了在家里面的 哦退休了哈 嗯 那还比较稳定吗 还好嘛 嗯 身体好不好嘛 嗯 比较硬朗 比较硬朗啊 嗯 你看嘛 这是我们说这个是老小区啊 那里面那个小区 那里面看起来好有重庆特色哦 现在这种小区都比较少了 以前的小区当中 这是在重庆来说 这个小区算老点的 但是那里面的环境 是非常好 从那里面上去哈 走 我们走这边 哦 好嘞 怎么我们都弄到这边 哎呦阿姨都开着门啊 这个是我母亲 来来来来 哎呀好 打扰你了 特地的给我们留门了是吗 哈哈哈 阿姨知道我们要过来 三点儿子刷的朋友 哈哈哈 二次刷的朋友 原来他们还没有刷钱 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哎 哎 先看一看 哎 觉得怎么样啊 哈哈 哎 一个劲的点头 阿姨一个劲都给他摇对哈 可以 看两个的班配不 你看班配不 哈哈 基本上 基本上 哎呀 阿姨跟你性格 你们一家人都差不多 对我们一家的性格 都是一样的 哎 性格都很好 你来介绍一下吧 他叫造学亭 啊 啊 真正把带上来的 我们把他来看一会儿 首先看好 随便的来过过关 带去那个学亭 到速看一会 啊 要的 来吧 来吧 来看看 来看看 那边的房间 都是我们母亲的房间 哎呀 好整洁哦 看吧 那边的房间 那边的房间 都是我们自己的房间 都是我自己的房间 你看看吧 我们自己的房间 用了什么 我们自己的房间 好 那都是我们的房间 这是我的房间 哦 哦 哦 因为他床床 已经害到吸气了 而且你看他的墙子 还是这么粉色的 粉花花 原本是要开自拔刷 开自拔刷 那边的 看看吧 那边 好 好 那边 像那边的小房间 都是我们姐姐的娃儿 在那边的住 哦 我们姐姐的娃儿 平时呢 他读书在那边的回来 都是在那边住 哦 那边都是我们的厨房 你看看那边 看来的是厨房 这都是厨房 哇 龙京的还有一个好人 人人人 光鲜也好 是吧 家里男嘉宾做不做饭 嗯 做饭 做饭 平时都是你下厨吗 嗯 平时如果说我不忙的话 就是我下厨 哦 厨艺怎么样 厨艺 也算一般吧 也不算很好 但是也上等厅厅 下来厨房 哎呦 天呐 加分加分啊 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冰箱 有没有你做过剩下的饭 有 有啊 我就猜测了 看吧 这边 这边还是炒到 这边炒到 鸡翅 鸡翅 红烧鸡翅 你做的啊 对 昨天晚上做的 开心居家了 对居家 怎么没有想到今天把女嘉宾带到家里来 亲自给她做一餐 嗯 因为我想到吧 今天第一天到这边来做饭 可能是有点唐突这边啊 毕竟父母也没见过他们 如果这样带过来的话 有点给父母啊 感觉到说什么一来啊 就开始这种啊 有点不好 考虑的也蛮多的啊 以后如果有机会啊 先带到家里来尝尝这个厨艺怎么样 也算考核的一个方面啊 有机会可以亲手下厨给你做 做给你吃 下次吧 你平时做饭吗 我会做 但是我一般都不做 哦 会做但是不做 对对对 如果有另一般为你做饭的话 也挺幸福的啊 肯定的啊 我觉得应该每个女生都渴望吧 所以我晓得 对于整个家庭的布局装饰是 可能跟我自己喜欢两种风格不太一样 非常经常我们看到你的公司 好像月薪大概两万左右 嗯 嗯 那里想你收拾个高的话 都没有想搬出去住啊 你去 因为嘛 现在毕竟我还单身嘛 啊 师征要买父母也得无的 父母年纪大了嘛 我肯定要得无的 把父母先陪到外 相互照顾都去赛 是吗 如果我都搬出去 出了父母带来 万一父母要生个病了 相互一个照应 没了看到也不好 如果要搬出去啊 只要等到去 比如说 给我们一个成家呀 到时候再考虑出去 我们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也会有考虑买房子 也打算 对头 因为那个 目前没了个规划呀 目前赞算没了规划 因为我现在还是单身 嗯 那如果以后买房子 考虑比如说大概在哪个区买呀 那些 那个话最好是还是 你屋头那些精致嘛 你父母精致最好嘛 男人区 对 娘娘 那你觉得 比如说你觉得是 和子女住在一起好一点吗 还是分开住好一些 本来呀 有家人啊 带一块儿团团园呀 还是可以 关键是哈 以后啊 结婚了呀 有娃儿了呀 我也不想带我啊 哦 我是想啊 你们过买房子买出去的 我是支持你们的 嗯 还是想自由一点哈 你们过来给你们一个空间 你们过来自由一点 那我觉得呀 比如说像以后 乘乘那家里的业呀 可以我们可以光单独可以出去 但是你父母精致来 也使用你父母精致来 方便一点哈 毕竟年纪大了嘛 随时有个噪音嘛 来得快些啥 你晓得现在房家是要贵啥哈 嗯 因为南岸区 宅那个要一万多一匹米了嘛 是不是嘛 嗯 那你目前又买了个经济条件呢 这是买房那块 买房子的话 问题不算是黑大 但是你说要全款就付啊 那现在也困难一来 也不是完全是困难 就全款就付了 但是我可以先收付 买了个后比 如果再起的话 我们可以过两个月去床上来 只要后面的房子大 当然呢 总有脑底的算 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你们的 刚刚那个小生在跟我说 就是我在问他 因为我是 我今年三十岁了嘛 但是我离过一次的 都是不晓得亮亮那边接不接一眼 嗯 其实 能够说 离了婚呢 没完了也没了哪里头的 离婚 只要活得来 两个活得来 人没得哪里头的嘛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说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嘛 那个东西 钱那个关那块也比较重要 我觉得 比较在意这个 对于经济来说的话 一个家庭嘛 肯定要一个一家只住审 是不是嘛 比如说像经济的划分啊 像关钱那块的话 我感觉还是要回老婆那些 那块 因为老婆她自己 她有一个规划能力 和一个存在那种概念 那里目前 比如说跟父母住在一起 你的经济是算比较独立吗 还是 基本上经济是算独立的 但父母那块没能够过问 显然在得知女嘉宾的情感状况 是离异的时候 男嘉宾的妈妈是有些诧异的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此刻的女嘉宾 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今天在阿姨跟那个周先生 在里面交流 我也想问问你 来到家里头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坦率地说的话 就是还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标准 是哪方面呢 我是觉得吧 我是觉得男嘉宾 他都32岁了吧 其实也不小了 就一直住在家里 和父母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 基本上是自己单独在住了 我就觉得 但她刚刚说的是 也想照顾父母吗 我是觉得就是 他们家里一共无客人 就是好像面积有点小 就觉得住在一起 好像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也聊得比较简单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很注重的是 未来结婚买房子的块 因为现在房子确实太小了 肯定是要买房子的 就是刚刚具体 比如说房子买到那个位置 他还有他存款到底要好多 他又卖能力来供房那些 我觉得我都很在意 还有我刚刚也问到他 他说他是买在 离他现在住那个地方 也都是南岸区 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是江北区的人 图生图长的 我也是个独生之类 我其实也是和我妈妈 组在一起的 我肯定也想去 找过我妈那块 我就在那个困难 都产生了一种分歧 我肯定还是希望他买房子 能买到江北区是最好的 我觉得可以商量 可以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双方的父母都应该考虑到 而且我觉得好像 刚刚我也看到 我觉得阿姨不太喜欢我的感觉 我觉得 阿姨呢 对于这个女孩子 因为我是不是那种传统型的 就是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 阿姨应该是喜欢更加传统 和保守一些的女孩子 刚刚谈到离婚 我觉得阿姨好像有点嫌弃 但是都市白领 现在平时接触的不太多 但是没有关系 这都是一个表象 我也相信 只要你们两个人都认可的话 阿姨那边是没有关系 刚刚我觉得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觉得男嘉宾 总是去征求他妈妈的意见 我觉得 因为我前一段婚姻 都是妈妈的那个离婚 我觉得 反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一点很在意 现在有点害怕会这样 我觉得很在意 其实我刚刚有看到出来 包括现在他们俩在里面聊 肯定是因为有一点点分歧 男嘉宾也跟我说过 之前他的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有点听妈妈的话 而分开了 但他最后不想再这样 之前 你听到了他的一个决心 更多的是要尊重自己的想法 那这样 我们先不去猜测 最后我们看他的选择 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了 最后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嗯嗯嗯嗯 那此刻的妈妈和男嘉宾 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我今天看了那个幼儿啊 嗯嗯 她是个经过离了一次了 但是你作为未婚 不懂好的 因为啊 外面传出去啊 别个说起都会不好 我们都不好等那个的 哎呀不是那个 那个我认识我跟他说 也不是他那些人我认识 我再不白个那些人看法 再说啊 别个跟我说起很不好的嘛 我看那个幼儿 你看一进来 我都看他有点成 有的有情 不是那种是 很清净赤家的一个人 都要闻上闻死的啊 你要过门出去 要买房子啊 哎呀那个 这个过日子 我跟我们 过过日子 跟他过日子 也不是你们 你说上你们不要管内心嘛 管内心管情况 我也很为难了 知道吗 阿姨 我打扰你们一下 嗯 您刚刚那个 听到牛奶好像在里面有争论 因为我们女嘉宾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小周 也没有跟你说的太清楚 你呢 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现在不太好 嗯 其实呢 女嘉宾 你看她今天的穿着 我觉得没有 也不暴露啊 也不花哨啊 这是她比较端庄的一面 那女孩子 她相亲 肯定是她重视 穿个高跟鞋 穿个这种 比较重视的外套 应该是她很重视今天的相亲 她才会这样 要是她不重视的话 随便 穿个什么休闲装就来了 反倒我觉得 你儿子今天这个衣服 更随便一点点 啊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看不惯 我看不惯 我看不惯 穿高跟鞋的事情 嗯 她工作需要嘛 还有你看现在外头的那些律师 被个正常工作的哈 都需要一点点高跟鞋 但是以后她在家里面 平时我相信她也不会说 天天都穿高跟鞋 怎么今天一穿后 是还真是的啥 但是啊 我看她那个领啊 看起有点 像不那种正常那种 不是我们那个正常人的领 哦 嗯 你问一下女嘉宾没有吗 她那个脸是不是有去做过什么 微创啊这些 嗯 我来个我问过 女嘉宾她是做微创那块的 啊 是为什么她是为什么把国文 给她做出来吗 太太不愧 所以她脸是为了 工作 还有呢 我比如说嘛 你娶个媳妇回家 主要是看她 会不会草此家里面 还有跟你儿子感情好不好 对你们孝不孝顺 一家人能不能相处得好 对不对吗 嗯 如果说她本性 拼性不好 不穿高棍害 或者是说 脸上也没有 也没有足够那种正常 也没带用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之前 你儿子跟她的相处了解到 女嘉宾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嗯 工作也很稳定 然后人呢 也不是说那种 很虚无缥缈的 很虚伪的那种 提出一些要求 对吧 而且他们那个年龄 相亲 跟你谈孩儿比较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也没得关系的 了解好情况嘛 对不对 都来把那个年纪了 嗯 我都是能把大年纪了 反正看了那只能想 就都是之前人 我听说她之前那段感情呢 也是你们不同意 真是 你看她还是在听你们的话 但是她现在还是多支持一下她 嗯 她自己喜欢最重要 好 看你的选择嘛 你要多支持她 嗯嗯 支持 好各位观众 我们的男女嘉宾 经过了一段 比较有默契的相处之后 来到了男嘉宾的家里 这个来到家里之后呢 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个变化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我们男嘉宾的母亲 啊 当女嘉宾发现男嘉宾是住在一起 这么大一家子人 就是我最初说的那个问题 女嘉宾就会知道 如果跟男嘉宾结婚 住在一起的话 她要面对的关系 除了婆媳关系 还有姑嫂关系 好 这个问题还真的蛮具体的 那么女嘉宾的问题 就变得非常的犀利了 啊 比如说将来结婚 能出去住吗 能买房子吗 你结婚之后 这个钱谁来管 字字句句 听在我们男嘉宾母亲的心里 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被入侵的感觉 就是我的家里 我的这个生活 我的儿子 我们本来是 呃 牢不可破的 温暖的一家人 可是突然来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媳妇啊 可能未来的生活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阿姨呢 其实休养还是很好的 在这个时候 她并没有说 哎我不开心 或者怎么样 她回答非常得体 啊年轻人最好单独住 对吧 然后钱谁管呢 肯定家里有个女人来捅筹管钱 是最好的呀 但这是阿姨的心声吗 这不是 当她把我们男嘉宾 拉进房间里商议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了不同的意见 啊 比如说对女嘉宾的这个外型 哎 不是很满意 离婚的经历 也不满意 其实我认为哈 这种不满意 都是最初的不满意 折射出来的 你可以说是理由 也可以说是 要求 那么女嘉宾 为什么会提这么犀利的问题 也跟她过去的经历有关系 前夫就是妈宝男 她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 自己的这个婆媳关系的相处问题 那么现在矛盾放在眼前 而且这么的尖锐 接下来能够化解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表白子 我现在呢 要把女嘉宾也请上来 来 刚刚那个男嘉宾进去 跟妈妈交流了一下 互换了一下意见 我跟女嘉宾呢 在外面的单独的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男女双方 内心都还是有一些些小问题 没有完全去打开的 那么我们也快到最后的 选择的环节了 那在选择之前 我希望两位 还是不要留遗憾 就是内心有什么话 咱们摊开了说 好不好 特别是刚刚听到女嘉宾这边 好像问题还想问透一点 就是主要就是 我觉得买房子 这个问题是我比较在意 因为我也是江北去的人 然后也是家里的独生女 我也是家里有妈妈这块 所以我就觉得买房子这块 我觉得江北区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她为了她的妈妈 你为了你的妈妈 就是都想照顾自己的老人 非常好 都很有小心 但是如果要在一起 这个问题又必须得解决 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她想在江北 我想在南安这边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好的方法解决 就是我们能不能以一个折衷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说两边都向中间靠拢 也不说就在南岸了 也不说就在江北了 是吧 我们在中间选个地方 到两边都比较近一点的 这样我们双方都没有什么意见 比如说你去看你的父母 你过去也是一样的路程 也不远 我看我的父母也不远 你觉得她提的这个方案如何呢 这个方案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吧 而且以后其实真的 还要遇到很多的外界的一些因素 是吧 我觉得你俩如果在一起了稳定了 再好好商量也不迟 好不好 当然男嘉宾态度是非常OK的 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 买房子并不是说说而已 比如说你现在存款好多 还有啥子时候买 那些东西都还重要 女嘉宾考虑得更细致一点了 刚刚女嘉宾说 这边的房子什么时候买存款有多少 但是存款这个问题可能是 现在不可能我会给你透露的 你说买房子这个问题 可以怎么说 只要我就说我自己接完婚过后 我可能再买自己的婚房 不可能说我还没结婚这钱 我把房子先买上 万一我们俩还没结婚 我们又分手了又怎么办 是不是 那我岂不是我自己人财两空了 啥都没了是吧 还有没有问题 我反正就觉得不太实际吧 我觉得 还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对 比如说你现在手中的钱 可以买多大 很模糊 我觉得很不具体很模糊 每个地方的房价还不一样 是吧 大概嘛 能不能透露个大概 如果说按照折中的方法 这云中区的话 买多大的房子 可能两时一厅这种吧 毕竟是只有两三个人生活 以后有孩子的话 可以孩子已经够了 那男嘉宾这边有没有什么 还要再问一下女嘉宾的 我这边算是没了 那现在目前的问题 就是都解决了 一定要现在说出来 两位 那既然两个人的问题 都基本得到解决了 那么我在想 需要给你们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 再好好的思考 那这个时候我来说一下 我们最后的选择规则 我们就以现在家里的这道门作为选择 一会男嘉宾就站在家里面 如果说你选择亲手成功 我数三二一之后 你就打开这道门迎接女嘉宾到家里来 好不好 如果说女嘉宾选择亲手成功的话 就敲响家里的门 也表示你愿意进入到这个家 好吗 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们什么都不做就行 OK 好不好 最后给两位几分钟的时间思考 我们来做最后的选择 三二一 请选择 三二一 请选择 可能在新改革方面还有三观上面还是有一点出入 所以说我觉得不太适合 好 今天节目今天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男女嘉宾最终没有牵手成功 所以我们男嘉宾说我想做一回主 我不想我妈妈再干涉我的情感生活了 但是最终女嘉宾是没有选择牵手 因为过去一方面是有阴影 前任是妈宝男 另外呢他也看到了男嘉宾这种生活的不独立性 那么最后的建议呢就是给到我们的男嘉宾的你已经32岁了 而历之年都过了两年了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况 任何女孩子说真的看到都会心里打一个退堂鼓 为什么呢 复杂的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 如果说你想独立生活 那么不是要等到结婚之后我再买房子搬出去 而是现在就应该过独立的生活 应该有自己的住房 收入既然那么高又不是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对吧 只是对母亲感情好这是没问题的 包括将来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媳妇也应该一起来孝敬母亲 可是孝敬母亲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一家子人住在一起 应该彼此保留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独立不光是说空间上的 也包括男嘉宾的精神上的 30多岁的男人还住在家里 你说这个独立性能有多强 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今天的建议就是给到男嘉宾 尽早的过一种真正的独立的生活 最后的结果跟我之前预判的不太一样 我相信也是我们男女嘉宾 他们忠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 其实一段好的关系 一段好的家庭关系 一段好的情侣关系 就如同我们修房子一样 一砖一瓦都需要契合 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好看 那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 可以找到跟他们与之契合的那一个人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来到凡人有喜相亲的话 可以拨打凡人有喜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你也可以到龙虎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我们等你